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对性骚扰有什么看法 特别是针对您过去的经历 我知道我今天站出来 肯定会有人质疑我 怀疑我 但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 我站出来的意义 是想鼓励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人 也许有人会骂我们 觉得我们是故意的 认为我们愚蠢 无数受害的女性 任由暴力者胁迫我们 不让我们发射 而施暴者却躲在角落里 躲在荣誉背后盈盈狗狗 没错 这就是一场报复行动 我今天偏要说我偏不让她们如愿 我一定会打下这一场胜仗 现在的我再遇见她 我一定会当着她的面说 金明聪 我等着你 你迟早会有报应的 十四点整 那贺老师咱们开始吧 好 贺老师 您大学专业就是学的和心理咨询相关的专业吗 是的 我大学学的是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 我毕业以后一直在做危机干预的工作 我现在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那么何老师 您为什么会想要学心理学呢 是从小的理想吗 还是说有什么契机呢 是因为一堂课 这幅画创作于2008年5月 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这幅画 混乱 压抑 痛苦 孤独 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位八岁的孩子 小孩子没办法用复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但是绘画可以直接地反映他们内心的情绪 让我们看看接下来几幅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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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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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绘画疗法 也是灾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一种情绪宣泄方式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创伤 让这种创伤不成为应激 也是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职责 何老师 很多人说学心理学的人 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或者说学心理学的人 大多也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是真的吗 我想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那你有没有类似的困扰 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创伤 创伤我想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 就看你如何看待他 你认为他是 他就是 而且其实心理问题 它是很普遍的 也没有必要把有心理问题的人 当成特殊去对待 这样是不对的 那性骚扰呢 您对性骚扰有什么看法 特别是针对您过去的经历 您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又有才华又有能力 像您这样的女性 在职业中 是否会遇到很多这方面的困扰 没有 我身边的人都很绅士 对我的专业非常的尊重 贺老师 您刚才所提到的基教授 是您的老师金明聪教授对吧 对你学生进行性骚扰这件事 请你不要问 与采访提纲无关的问题 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贺老师还没有回答我的提问 这不符合流程安排 贺老师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干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